是 那中路要不要拿 阿琪爾 阿琪爾有 你看 沒有球女就是阿琪爾嘛 那我覺得右邊這裡來一手塔利亞 是 VP蠻優的 完全Counter左邊三隻 而且中期的跑線效果很好 是 在今天比賽前跟大家告知一個資訊 就是菲克選手在這個八強打完之後 他只用過了三隻角色 就是阿琪爾 球女跟賽勒斯 因為前面被壓歸被壓 但牛也是在塔下是可以找到機會 有沒有塔利亞 真的有耶 開玩笑 我這個VP昨天研究了很久啊 我還記得你之前還教過塔利亞怎麼玩的 雖然是打野 教過你嗎 你還教過我怎麼玩 沒有 我只會選 我也不會太玩 喔~~~ 招來不幸的鱷魚 但京東要選 我覺得選個 啊 沒問題 這個 拳壓在前期了 這把就是前期 菲克選阿琪爾 要懲罰的 我覺得 他要的好處就是我上下推 然後塔利亞跑線 T1還要打嗎 拳道 要再打一等團 但塔利亞還在喔 而且這裡打起來真的中路 這個對局有差耶 沒錯 好 都被眼鏡看光光囉 這波是五打四喔 二薩斯是 喔 二薩斯也走 這波是打四 OK 開始 開丟開丟 你碰到我嗎 拼東的手長 比T1長很多 T1的人只能在旁邊看 還要喔 但他們還想打 感覺是去吃六鳥 喔 要拚要拚 想拚到底 想在一等就決勝負 不是 他們沒有演啦 沒有演 這樣看不到 紅BUFF不能重擊啊 溜了溜了 沒有演啦 看到紅BUFF在 就知道對面的人不在了 欸 月塔 那要直接動手 Carrie還一直點什麼 點半 有拉嗎 有神聖守護喔 搭上1技能 去打 Ruler 卡塔指導點了在右邊 MISSING 被換掉了 閃現 所以兩等再抓一手 Carrie啊 霸到手腕 抓死了Ruler W 給到Carrie啊 哇 上下路T1 壓力就更大 看一下怎麼越塔 我想看MISSING是怎麼被扛到塔的 其實他整個狀態看起來是 喔 他射那一下竟然 越Ruler閃現離開了 就是剛好拉開了 是 然後這個是 再一個甩鉤 哇 這一波甩狙 他那個進化很像把他的那個皮都拔開 哈哈哈哈 整個 直接扯開 直接扯開 扯掉 馬上特效 請壓一下 上半部開打 369開咬 好 而咬斯拉掉的話 這個預示者是有的喔 沒有 咬斯也開大 沒有 咬斯也開大 Q技能想反坎 1P1 第一個Q1 369閃現沒了 2P1 但這裡感覺可以拖一下 瑞娜達6樓 再趕樓 再走了 再走了 艾希5等 確實等級差 的問題出現 Carrie啊開始往上走 MISSING必須趕 那大的等級是劣勢 京東要吃 要吃到底 直接秒吃的 對 我這兩個輔助過來 影響力差很大 下面先先打了起來 Ruler直接綁到了 哎唷 人家破甲箭 上半邊也準備要打起來 兩邊都有碰撞的可能性 左邊遠子明明顯連掛收時 369空間綁 369在空中來回的彈跳 但被拉回來的同時 進場的Kanami 直接是把Faker給換掉 總之 焦樂閃現上來這狀態起來還不錯 所以選擇再上來 可以打到場 直接留住的是Kanami Kami選擇一個 金斗突擊往前拒絕 進攻在Owner 往前移跳 直接連人帶頭全數 要拿下資源 左邊位子Night得趕緊的撤退 右邊位 是來到戰場的MISSI很能射 預示者可以來拿到 但對面 成為一個AD的MISSI 往前持續的追擊煙霧炭 並沒有留住MISSI還可以持續的進攻 要上半邊 咒斯是不是有感受到自己要被越了呢 悟空有大麻 好大絕CT好了 直接越 直接開大 但CC連續的控制咒斯在 飛了三層高的情況下 下來就是直接死去的金斗 看在T1這邊 誰也想抓邊 塔莉亞是有TP的喔 可以救 然後艾希也有大兵劍喔 悟空也要上來了 所以這個不太好越喔 只要越T1是直接炸 有可能被對方秀喔 三六九 來了來了 三六九沒大沒散 大兵劍出手 TP亮 Owner跳好像沒跳過塔 被CC給控制住了 T1上海Q彈 一個兵劍往前跳的 上路咒斯直接被CC控制 利用煙霧Carrier的惡意收購 想救回咒斯戰咒斯 Q2是沒有斬出來 直接被擊殺 下半部京東 開始推進 再一次人已經集結在下半部 直接開戰Kanami 無極風暴大量兵劍要殺 國賓奧希是被打了要 往前可以持續的挺進 Owner趕了過來 同時國賓奧希命誤換收回了Carrier 這一波T1是可以三人全撐而退 沒錯 直接要來開吃 你又看T1能不能開到 各式一發破甲箭並沒有命中彈 一直丟一直丟 二三次在後面喔 預示者先叫在了中路 這邊 其實T1是可以交換去拿中路的資源 Owner直接被卡在牆的裡面 一個兵劍過來行的閃線卡 打到貝克至少聽到兩個人 兩個進場的人直接被秒鐘跟斧沒了 京東選擇開戰369 鱷魚當老大有機會嗎 咬到龍後半在小龍直接被Owner被搶走 這邊位置到這邊控制住了 他的回血能力很不錯的硬性戰隊 救不了他 京東倒下了三個成員 小龍也掉給了T1 Owner好猛 二三是從後面進來 最方已經在正面處理不曉得的情況下 二三是在從後面補傷害 根本頂不住 Owner這波力大功 他飛進去了半血進口 唉唷 哇 是 馬從天而降 然後這個推畫面太美了 這COMBO秒了兩個人搭上了 惡意收購有打到悟空跟鱷魚的樣子 對 所以這邊就讓克里斯達雖然裝備沒有太好 但一個殞落 就足以消前面這兩個 目前還沒有大坦裝的前排了 這是發生的了的嗎 現場 T1的粉絲嗨起來了 對方能夠進攻的回合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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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眼 溜了 噢 所以他現在 他們應該也知道自己會有些 開大抓到 RULA RULA交閃 咒死野交閃 差一個普攻 往前一戳 直接把腰子給戳掉了 這邊位置 卡拉米過來救援 但他只有一個人 也非常的威脅 叫另一個閃現 對面提外野交閃 但沒有殺到 利用了MU換 搭上了惡意收購的CC控制 耐特自己在中路的二塔 八龍嗎 他看不到 他穿過了八龍的八八 八龍的八龍 這裡看一下 八龍位置能吃克里斯達 加上送擊 京洞有奇蹟嗎 卡拉米 能創造機會嗎 卡拉米 這一隊的卡拉米 下來有沒有八龍 已經掉給了T1 T1拿了就要走 下來的卡拉米 要直接先被擊殺 這輩子39沒有進場的機會 開啟了自己的 喔 抓抓抓 大絕 但還是要被抓 撥到 暈眩開始 369大絕則先進往後的撤退 開 握 握 開始做限制 Q3也砍到 369跑不掉嗎 叫了閃現 那Q又暈眩 369被掛傷了名副血量 但後面的路人來了 他開始輸出 擔任了救援 下方的位置 開始收割金鬥的人員 要做反打 歐能衝了金 大家殺害並不足夠 369再一波回血吧 狀態也打了回來 Fake 點開 所有的人都已經倒下 只能趕緊的撤退 這一波 但這一波還是有空下巴龍啦 然後也有留下這個巴龍的龍種 還是可以接受了 來看一下 這一波 其實這裡就殺完悟空 我覺得就好像可以 可以跑咧 但他們是起了殺心 想要殺這個 鱷魚 對 那反而被下半部的這個塔莉亞 跟艾希不斷的破口殺了 然後法洛斯就到了 哇 剛剛這個 很像 看到這隻鱷魚 欸 這個可以養嗎 喔 這個可以養嗎 欸 這個可以養嗎 走過去 直接被處罰 Fake 走不過去 正面的位置的人也打不了 喔 這裡 剛剛其實 Carrie啊 他 他 他好像Q跟E吧 都是預判這個鱷魚 可能E的 跟閃現的位置 所以導致這個CC 就是有空掉 是 我來看一下T1 拿到巴龍之後的選擇 對於後勤來說 是什麼樣的感覺 也是得靠艾希抽獎欸 但在烈士方的艾希 真的很難發揮出效果 哈納比很尷尬 只能先去抓咒斯 但咒斯已經是滑牆下去了 對 蓋牆 又是來自The Knight 直接向對面人員 小龍跟人 畫為兩邊 一個兵艦突然的出手 正面位置 小龍的池子裡面 Owner被限制住 但又來了 所以收購 卡納比只能選擇進場 這波是拿到了小龍 但連帶也是命給賣掉了 下方的位置 MISTER沒有進場攻擊369 也被關在了小龍的池子裡面 但京東有POG的效果 展開了一個射擊的姿勢 連續的射擊 T1人員想追 但子彈一直從他的臉頰飛過 這波T1繼續的追擊 是乘著這波子彈往前 感覺是不太能追欸 對方的這個POG很強 喔 追後面的 抓到了MISTER 跑得比較慢 MISTER交閃現 但對面可以持續的追擊 重擊殺在身上 T1的技能 準備好進入了瘋龍的池子裡面 但就是再一坨 再白癡 人給流出了 是 但這個龍還好 這個京東最後是有搶到 因為剛剛Owner是出去開戰了 他的距離 不確定是有沒有夠重擊的 不錯吧 來看一下這波 直接 將對手一分為二 Night這一波大絕用得很好喔 Fager也很漂亮的 用E技能 躲掉這個大兵劍 但這裡就 因為他踩出來了嘛 好像 這個位置 我可能是沒中到而已 但我覺得這21收購也有發揮出 這個瑞娜達選出來的效果 其實在丟的當下呢 其實京東人就一定得先往後推 那這樣子T1就可以重整他的陣型 再選擇往前打或往後打 這不得了 手重打手短 在這裡展露無遺喔 就是邊打邊跑 然後 T1一直追 然後這裡就發現有個落單了 是 沒有想到MISTER 竟然跟在後頭 你以為是你包圍我啊 沒有啊 是我包圍你啊 又戳到了 哇 MISTER 應該也會有點 實情 但京東斷了T1的龍魂 讓這場比賽 雖然是瘋龍魂 但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很好 是 有個TP突然要來抓 MISTER 左邊的位置是 中指單挑卡納比 下面MISTER 看起來很難活 上面的位置卡納比的傷害並不足夠 只能消毒閃電離開 下面MISTER 已經倒了369 會來救援 也被逼給控制住 用Q進來稍微回個血 有瘋龍的地形可以加持 趕快跑 裝備角度來看 Ruler是三根套 艾希要抽獎 來了抽 打到的是 Owner趕出手嗎 技能全焦 但Ruler扛住了傷害 不過被秒 這裡沒有打藥 HERRY啊位置也很尷尬 光碍遊戲直接把他拉了回來 左邊位置 咒斯 我站眼上啦 咒斯非常的危險 對面已經看到了 包圍咒斯開始加速往右邊走 但一個台咒斯加了閃線 萬里大逃亡 那卡納比也過來 選擇要扣一下大絕嗎 咒斯前面有個球果被打掉 他是往後飛到的後桶 我幹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因為其實右邊有那麼一點 類Poke的陣型 喔 抽 咒斯直接交閃 這個中是死咧 他是沒有進化的喔 左邊咒斯開綁流到的是Night 一個TP突然來 飛個全身滑 閃線推 推到了 RULA 拉上RULA的進場 RULA到 往裡收到 右邊的位置 FAKER的位置正好 我FAKER 阻止不了 FAKER前面開始主宰佔局 他一個人站著就 對面全數的收下 咒斯也翻卡 FAKER 哇一波一波一波 五個人都現在 PY要往對面的主堡邁進 RULA消了閃線 還是被推回來 在邊邊角角的地方 被FAKER找到 而且推到的瞬間 ONOR是直接進場 大絕吸到 RULA完全沒有操作空間 打了一波 RULA 把RULA當籃球賽關 這一波T1 要來直接結束比賽了 應該可以應該可以 15秒 巴龍拿到 以為是京東的機會 但沒想到 兵敗如山島兵艦 這次一還沒有命中任何成員 以外一波團戰 在藍色方 擊敗了京東 拿下了TeamPy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